新邦主席拿多斯里安华宣称 百乐国习军人邮寄选票获得300令吉报酬 被国防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牺牲目定斥责 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 诋毁和侮辱军人 但安华坚持自己的言论 强调他掌握了实质证据 所谓的强调也任何续坑 salon者黄亿人想和国旋人 控制给社会比较低努力 Squire 安华今天在沙拉越古境召开记者会指出 首相多斯里伊斯迈沙比里上阵的百乐国席 当地军人提交邮寄选票时 的确获得300令吉报酬 虽然没有在记者会上出示证据 但他强调自己已经公开说明 也会按照选委会的要求 把证据交给选委会调查 希望当局查明真相 包括相关选票的款项